早在N年前就有汽油即将在某某年耗尽的传言 因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很多厂商就开始研发汽油和柴油的替代方案 当中的先行者是丰田 普瑞斯在面试后以低油耗低排放 让他在注重环保的国家大受欢迎 但是无论低油耗也好低排放也好 始终还是会消耗燃油和造成空气污染 因此渐渐地汽车的汽油 汽油厂商就把焦点从低排放转换至零排放 特斯拉则是当中的翘楚 他们所推出的纯电动汽车 目前已经占了全球市场大部分的份额 但是充电这个概念始终还是不理想 因为受限于目前的科技来说 电池组充满电最多只能行驶500公里左右 而且充电也需要时间 因此丰田另辟蹊径走向氢燃料的怀抱 以丰田迷外来说 虽然注满氢燃料也只能行走500公里左右 但是剩在它填满燃料只需要5分钟 就跟一般的汽油差不多 看起来更为贴近一般民众的生活 那么氢燃料未来有没有机会取代传统的燃料呢 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氢燃料汽车的原理 一般的内燃机引擎 是通过汽油和柴油 注入引擎燃烧室内燃烧以获取能源 而氢燃料车顾名思义就是以氢作为媒介 燃料电池和电动马达取代了一般的内燃机引擎 燃料电池也和一般的电池不同 只要确保氧和燃料的来源 燃料电池就可以稳定地提供能源 而且对于环境的污染源比原电池来得小 早在1960年 燃料电池就已经被用在美国NASA的太空任务中 它的优势在于它的耐用度会比原电池更高 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手机的电池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 会明显感到手机的续航能力降低 关于这一点 纯电动车也一样 虽然这种情况会出现在燃料电池上 但是燃料电池的耐用度比起这些电池还要高 同时氢燃料车还保留着电动车 任何时候都保持峰值扭力的特色 加上添加燃料的过程 跟一般的燃料车一样 完美地结合了电动车和燃料车的优势 因此氢燃料车被看好可以取代传统的燃料车 氢燃料是一个很不错的概念 但是它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其他新能源车一样 就是加轻站的普及数 目前全球各地的加轻站是以七少来形容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加轻站建设成本非常高 国外一般的加油站建设成本为89万美元 而建设加轻站的成本高达354万美金 就算氢燃料车如何优秀 没有加轻站那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目前日本已经有80座加轻站 所以各国政府目前已经大力建设加轻站 其中日本政府计划在2020年 把加轻站的数量提高到320座 欧盟各国也耗资32亿欧元已建设加轻站 所以未来加轻站的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目前氢汽车最大的问题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目前全球油价天低 另外一个就是氢汽车成本高昂 所以售价也不便宜 如果有一天厂商能够克服成本的问题 氢汽车普及速度一定会很快 而且氢燃料车每公里行驶费用和汽油差不多 加上氢汽车在产生动能的时候也只会排出清水 它所排出来的水甚至还可以喝 你买了氢汽车以后似乎都不需要担心没水喝了